宣水国宫阳间觐见 好好好 陈下 陈阳间参见天下 来来来 请来 这边 再揉揉 再揉揉 陈下 陈下 阳间来了 起来吧 谢陈下 陈下 如今九泉已经收服 北国的达头可汗 愿向陈下递交降书 望陈下能够体谅北国连年饥荒 戒良给他们度过难关 陈下 陈下 万万不可 戒良给北国无异于 养虎为患 杨坚 您是何居心 陈下明鉴 北国新兵实乃迫不得已 他们所求的 并非我大洲疆土 而只是果父之识 那达头可汗愿意随臣 一起进京请罪便是明正 若借粮 不仅可以免去一场刀兵之祸 更可为我大洲增添一盟友 此乃一举两得之事 行了行了 不就借粮吗 朕借了他们了 你招享有功 朕今日心情好 定会满足你的 陛下 其实臣确有一事 臣多年在外 已经许久未回长安与家人团聚 不知此次 可否许臣在长安 多待些时日 与家人好好团聚 就这么点小事吗 朕准了 如 不是这样吧 你就别回那个破伯州了 太薄啊 近日朝中可否有空缺之位啊 给他安排一个便是了 臣遵旨 臣遵旨 母亲快坐 来 母亲 你们去薄州这几年 我每日 都在担忧与自责 傻孩子 这并非你的错 母亲 你们回来了真好 即便我们去了薄州 但身边 好歹有一大家子人陪着 倒是你 一个人在宫中 这几年受委屈了吧 还好有产儿陪我 那皇帝呢 他带你如何 我已很久未见过他了 恐怕 他早已忘记还有我这个人了吧 不会的 你们是夫妻吗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我早已不认为他是我的夫君了 好了 母亲 不说这些烦心事了 快同我说说你们在薄州的事情吧 你又没劲 就是啊 陛下 再来一次啊 今儿这是怎样啊 殿外诸位大臣已等候多时 干什么 干什么 又是那些阎官吗 隔三差五遍来凡朕 不见 不见 陛下 诸位大臣说 若再见不到陛下您 他们便常跪不起 他们爱跪多久就跪多久 去告诉他们 退下 朕就不信了 竟然还投不进了 这位大臣 请先回去吧 陛下今日是不会见你们的 我等有要事起走 若见不到陛下 我们便不会走 这位大人 您就别再为难我了 陛下此刻正在 诸位还是请回吧 若是惹恼了陛下 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我等身为剑官 宁明而死 不沫而生 劝谏不了陛下 是我等失职 我等定会跪到陛下出来为止 你不碍事吗 不碍事 我还撑得住 结果到陛下 我是不会回去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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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进来进来 看着 再来一个 参见陛下 赵太夫 来了 赵太夫 朕今日叫你来 乃是让你替朕分忧的 臣一定竭尽所呢 好 你可知道 如今每日都有建臣来进言 非要让朕出面处理那些无足轻重的朝堂之事 你说 若是每日处理那些事 朕这个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美人们 就是 所以说 你可有什么好法子 能让那些大臣不要再来烦朕了 真有两个办法 你还真有办法是不是 是是是 快说来听听 快说来听听 美人们 都去后面等着吧 都退下 都退下 退下 是 是 陛下 这第一个办法 叫杀鸡酒猴 若陛下将那些饶你清静的大臣一顿停长 想必在他们伤愈之前 是不会再来烦您了 这便是你说的办法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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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办法需要你来说吗 若是能这么做的话 朕不就早停仗他们了吗 可就是因为不能这样做呀 当然了 此乃治标不治本之法 臣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一劳永逸 说 陛下 您不是策立了太子吗 那只要您善位于太子 如此一来 朝臣便不能再拿朝堂上那些琐碎之事 叨扰您了 您便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 在宫中依然是一言九鼎 与如今无异啊 这么不好啊 你真是深得真心哪 多谢陛下夸奖 陛下 你真的决定善位于嫦儿 母后 这真是受够那帮大臣了 日日闹得朕不得安宁 再说了 嫦儿是朕的太子 成了于他 那也是迟早的事啊 可嫦儿还小 她如何处理得了 朝中事宫子 还有那帮大臣辅佐吗 再说了 朕如今 也甚少理会朝中事宫 就照样好好的 陛下 这事关重大 还望你三思啊 母后 朕已经受够了 朕每日看奏章的功夫 倒不如拿来多欣赏几场歌舞 母后 他们今日又为朕安排了新的歌舞呢 如来 朕尔臣先行告退啊 宝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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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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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请皇帝恩许 借粮给北国度过计划 好 我便再听恩公一回 明日 我就随恩公去长安 向你们周国的皇帝 认错 借粮 大喊不可 若要投降借粮传了出去 我们北国的颜面何在呀 大喊万万不可呀 闭嘴 若能让北国此年一时无忧 将我这大喊的颜面扯下来又如何 都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大喊能屈能伸 实乃大丈夫 这碗酒 为杨某敬大喊 干 大喊能屈